好,接著呢是 四分鐘看FreeList的演進 大家好,我是Julian 那我來這邊介紹一下FreeList的分鎮演化 那我看了一下其他的題目 然後再看一下我的題目 發現我的題目 好,好無聊 然後 那大家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FreeList 那在動態記憶體的管理 就是MELOC裡面 那會將同樣的大小的空顯的記憶體 然後存放在一個List裡面 像是這邊是一個記憶體 那這邊有一個ArcherP1 然後把它Free以後 它就會放回這個FreeList裡面 然後做重複利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FreeList的演變 那FreeList演變基本上 它是從多時機器的需求下來 一直在做改變 那剛開始的MELOC是一個DealMELOC 那DealMELOC的話 它只有中央的MainArena有FreeList 那所有的Thread 就要一直對這個MainArena 要求它使用它的FreeList 那這個情況大家看起來可能 可能會覺得 沒有很恐怖 但是簡單來說的話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那 好 那 非常有評判 所以呢 我們之後就 就那個C就誕生了一個 PerThreadMELOC 那這個PTMELOC的話 它會分給每個Thread 一人一個Dynamic Arena 那每個Arena裡面都有FreeList 大家可以來一個人一個人不用搶 但是它設計上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分給每個Thread的記憶體 就屬於這個Thread 它要不回來 那這個情況呢 付出的要不回來 那如果某個Thread占用記憶體太大的話 那記憶體就會不夠用 那 那怎麼辦呢 它就說 那其實 如果Thread太多的話 那我們就共用這個Dynamic Arena 那 被B級了 那就共用就好了 那 付出的要不回來 哇 原來PTMELOC你是個雜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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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支援更大型的程式 那就誕生了TCMELOC 那TCMELOC的話 它在 設計了這個回收的功能 那 當那個Thread的FreeList裡面 超過2MB的時候 它就會進行回收 那因為回收的ThreadFreeList 之間可以更加努力 那不需要顧慮 取得工件的時候 不需要顧慮Thread間的競爭 那 降低Thread間的競爭 然後效能就變更好 那 最近的話 Microsoft推出了一個MELOC 那 也是我最近 努力在貢獻的專案 那 它三次分割的FreeList 那實作上其實是 四次 那 第一次分割的時候 它會把 很多 一樣大 記憶體的 一樣大 大小的記憶體放在同一個Page裡面 那 這是一般的FreeList 在你很多次的釋放以及存去之後 它就會把 你要找8Bite的記憶體 它就會 存在你的Memory各處這樣 那 MELOC的話 它就會 讓它排在一起這樣 然後 你就會有比較好的 Stradial Locality 那第二次 與第三次的分割在 Local FreeList 與Strad FreeList 那它是一個分工授權的機制 那 當Strad A 釋放Strad A的P1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加入 Strad A的Local FreeList 像Strad B來 釋放Strad A的P1的時候 它就會加入 Strad FreeList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Local FreeList 是獨享 那裡面它就不用上鎖啊 就不用處理一些converse的問題 那Strad FreeList的話 操作上使用 Anomic Operation來實現 那 就會再次的降低 比起 TCMELOC 再次降低了Strad的競爭 那 而且它是Local Free 然後考慮Statial Locality 那效能就變得更好 但是考慮這麼多 其實MELOC 它只用了3500行的code 那 是 JMELOC的10% 卻在Benchmark上 勝過JMELOC 在Benchmark上 那 它不是少10% 是只有10% 那 真的假的 那就歡迎大家來跟我一起討論 那 這我介紹一下 我是Julian 來自陳農大學 然後我的DHUB是JulianAT 然後 會 去瞭解 我自己專注在瞭解一些 Memory方面的一些 一些事情這樣 那 歡迎來跟我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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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 吠 他真的是4分鐘 委員 真的是4分鐘 欸 我剛剛就講說 他體幕叫4分鐘 去講我來聽到我五分鐘 然後他就真的剩一分鐘